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继续学习小马学经济2019 今天的标题 大家请看 各国宗教比例 是这样 为什么宗教非常的重要 是因为 比如咱们每天看新闻 总是发现有几个国家总打仗 要么总是有几个国家 总是在一块 总同盟 他们几个国家总是一波 另外几个国家总是一波 这都是为什么 当然了 经济关联 经济关系 是其中原言之一 另外原因 最重要的原言之一 就是宗教的问题 对吧 各国家他们都信什么教 他们为什么要信这个教 信教和不信教之间 是不是会有什么冲突等等 而且在全世界范围 现在信教的国家 越来越多 对吧 今天我就做一期 咱们来讲解一下 看一下各国的宗教比例 好 咱们先看一下今天的知识点 主要国家的信教的程度 您信教吗 您信哪个教 对吧 我给您简单的总结一下数据 咱们看一下 今天我给您总结的数据的对象是 全世界都信哪些个教 信什么教的人最多 对吧 中国 印度 日本 伊朗 伊拉克 以色列 包括一些个中东地区 他们都信什么教 然后呢 都信哪些个教 这个地方我也给您列出来 咱们一起来看一下 基督教 我身边朋友就有很多信基督教 包括我这个每天去这个地铁门口 去这下地铁的时候 在这地铁口上 所有人给我发这个基督教的这个宣传的一些个手册 伊斯兰教 印度教 佛教 咱们身边可能最多的其实还是信佛教的多 然后犹太教 民间信仰 以及其他 什么叫其他 一会会看到 好 那咱们开始 这个地方我给您做了一简单的PPT 咱们就一起来看一下 首先说大家请看 世界范围 世界范围 大家请看 信基督教的大概是31.4% 信伊斯兰教23.2% 信印度教 大家请看15% 信印度教还是这么多 然后信佛教 仅仅只有7% 咱们在中国国内一说信教 要么就是我 我什么都不信 对吧 要么呢 就是信佛教 尤其是一些个这个上年纪的这个 国人啊 更多的是信这个佛教 对吧 OK 然后犹太教 咱们国内信的不多 然后呢 民间信仰 民间信仰是什么意思 您可以把它理解为这个 小范围的一些个信仰 或者说 呃 传销 传销不能弄说 传销其实也算是民间信仰 说信仰都有点高了啊 呃 民间信仰 然后呢 包括这其他 其他就是什么 我不信教 什么都不信 我就信我 活在当下 也可以啊 这个是世界范围16.4% 好 那咱们再看一下咱们中国啊 中国信基督教的5.1% 而且这个趋势我认为 还会在慢慢的上涨啊 然后信伊斯坦教 1.8% 然后信印度教 没有 咱们中国干嘛 信印度教 但是呃 佛教咱们却是18.2% 很高嘛 对不对 其实这个佛教发言起源于印度 对不对 但是印度现在并不太信 好不好 犹太教 咱们不信 然后民间信仰 21.9% 也可以把理解为呃 类似的传销组织 拉下线的 呵呵 安利 对吧 呃 这个也算是民将信仰 对吧 我就信安利 我就信这个 这个也说不通 然后大家请看 中国的其他52.2% 这个超过了赌博公司的这个赔率了 这个是什么东西 咱们可以把理解为 就说咱们中国人咱们不信教 我什么都不信 我就信自己 呃 其实虽然说不信教 但是咱们中国其实有一个全世界最大的宗教组 对吧 我不说 你自己猜 呵呵 好不好 好 咱们看啊 接下来印度 印度信基督教2.3% 信13教14.2% 大家请看 印度人们不信佛教 人家信的是印度教 人有自己的教派 70% 减少80%吧 80%人其实都是在信印度教啊 哦 信佛教的 没有 我没有统计到 然后犹太教 明年信仰都没有 信其他的1.7% 对吧 好 日本信基督教 日本现在信基督教也是在慢慢的在增加 有这个趋势啊 我身边呢 很多都是在信基督教 要么就不信 要么就信基督教 然后大家请看 日本信佛教的 居然占到了42% 他比中国 比印度都高 是这样啊 我前一段时间吧 也翻了翻这个日本的历史书啊 他有一段期间 就是拼命的在建寺院 我宁可不建这个家园 我也要建寺院 印度对这个佛教信仰真的是很多 这跟日本啊 老龄的社会是有很大的关系啊 因为这个信佛教讲究这个不休 今世修来世嘛 对吧 老年人嘛 对吧 今世过得差不多了 那就剩来世可期了 所以说 就说提来世 对不对 好 大家请看 日本明年信仰46% 这个明年信仰 我是拿到日本官方统计数据 但是他没说明 这明年信仰都信什么 我觉得也是地区的 有些小的教派 可能也有啊 包括其他的7.8% 这个是不是传销不知道啊 伊朗 伊拉克 咱们这两个咱们中东地区一起看吧 信伊斯兰教 这个没说的 伊朗呢是99.4% 然后伊拉克呢98% 就认为是100% 如果不信的话 就是一类 对吧 然后以色列 信基督教的2% 然后呢 信伊斯兰教的17.7% 然后信犹太教 大家请看 以色列人也有自己的教嘛 犹太教 信犹太教呢 是74.7% 这就是大概世界主要信教的国家 其实看现在目前这个趋势来说 包括这个文化圈 包括这个信仰来说 信基督教的国家和朋友呢 会越来越多 包括我认识的很多中国人啊 一般在国内时候 什么都不信 然后出国之后呢 慢慢慢慢的也参加了一些个宗教组织 包括我认识一些留学生 一上来一到这个其他国家 语言也不通 什么都不会 那怎么办 他就参加一些个宗教组织 然后那个宗教组织里面 比如像那个你参加基督教 对吧 他里面人都非常的和蔼可心 日本也是这样 非常的和蔼可心 他会很非常的热心的教你日语啊 带你去了解这个生活环境 社会环境啊 挺好的 这个其实也是留学生融入当地社会的 一个这个手段之一 好不好 OK 以上就是今天给您讲解的 世界主要的国家或地区的信教情况 希望对您了解整个世界的这个教会吧 有所帮助 好 以上就是今天给您分享的 各国宗教比例的基本的数据 希望您能够喜欢 接下来呢 我会会再给您总结一些 其他的内容的数据 也希望您能够持续关注我的视频吧 好 那今天这个视频就这样 咱们的今天的视频再见吧 拜拜